羅馬勞羅的救主堂 收藏了一些非凡的文物 從聖被護神父的外套和手套 到耶穌的堂兄弟聖尤達達斗的骨頭碎片 自1800年代起 這座教堂裡藏有聖尤達達斗的重要遺物 這些遺物是來自旁邊的一所聖堂 該聖堂後來被改建為劇院 在拆除聖堂所有的傢俬的時候 發現了聖尤達達斗手臂骨的碎片 在這座聖堂裡 很多人對聖尤達懷有強烈的敬意 這一區的教友會參加每個星期一次的祈禱小組 祈求聖人的轉土 而在聖人的尖禮日 救主堂會舉行彌撒 並敬禮聖尤達的聖堂 隨後將他的聖像出遊到聖伯多禄大殿 這是一個希臘朝聖、一個慶祝的時刻 很多人在羅馬各地趕來讚美天主 並親近這位偉大而神聖的宗徒 而在墨西哥對這位聖宗徒的愛 遠遠超出了羅馬的教友 那裡有一種強烈的奉獻精神 尤其是在年輕人當中 聖尤達對於墨西哥來說非常重要 尤其是追隨他的年輕人 群眾蜂擁而知 一個只不過地 如同對瓜達奴配聖母一樣的前景 大家都覺得他是他們的主堡聖人 尤其是因為他親近窮人 他是眷顧一切的聖人 即使是為了困難的事情 墨西哥著聖座大使解釋 當地的年輕人為了顯示他們對聖人的熱愛 甚至會聞想聖人的民生 他形容聖像出遊 令身處在墨西哥和羅馬的人 聯繫起來的一種方式 對於我們來說 聖像出遊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這個行動代表著墨西哥 我們以這個方法 讓墨西哥能夠臨在而為榮 聖人透過這個方法讓我們合一 最後有很多事情能夠讓我們共用 尤其是這兩位 瓜達奴配聖母和聖尤達 聖像出遊貫穿整個羅馬城 終點是聖伯多六大殿 參與的群眾沿途為各自和集體的需要 向聖人祈禱 對很多人來說 聖像出遊是世界各地人民團結和有愛的象徵